由台灣導演許麗達編導的電影《愛情的鏡頭》 在馬尼拉所舉辦的世界首映電影節播映 吸引將近400位菲律賓電影界 媒體界人士 台商以及喬包出席 參加場面盛大人 由菲律賓電影發展協會所主辦的 世界首映電影節登場 這次選了來自台灣 俄國 印尼 土耳其 荷蘭等地的電影播映 代表台灣的是許麗達導演的《愛情的鏡頭》 全在巴塞市的SM亞洲商城播放 包括助菲律賓代表林松煥 喬務委員丁金黃 菲律賓台灣客家聯誼會創會長賴其心等人都到場觀賞 在菲律賓的各位大家好 然後我是許麗達 然後很高興可以到菲律賓來參加這個 菲律賓世界電影節 中文應該是這樣說 然後希望你們在菲律賓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平平安安 然後謝謝你們支持我的電影 希望你們都很喜歡他 你都不問我是怎麼變老的嗎 你後悔了 片長九十分鐘的《愛情的鏡頭》 劇情透過四個交錯的故事來探討男女關係 也反映了台灣的一些社會現況 電影放映結束後 許麗達也和在場人士舉行了一場座談會 唱談他的拍片經驗與心得 他的作品曾經獲得第34屆金稅獎學生主作品 并入圍德國慕尼黑青少年營展 台灣晚安電視王有新 菲律賓巴賽事採訪報導 有請到處理 有請到處理 有請到處理